小胖子自从学会了大气压强的测量 天天拿着试管和水银玩 看 这是10毫米的水银柱 小胖子用它密封住了试管中的部分空气 外界为一个标准大气压 760毫米水银柱 此时水银柱禁止 那被水银柱密封的这部分气体压强为多少 分析一下呗 对这个页面 向上就是内部气体对它的压强 向下 这里是大气压 还有这10毫米水银柱产生的液压 既然此时大气压为760毫米水银柱 那现在一共就有760加10 对于770毫米高的水银柱 压在了这个分间面上 而现在静止 所以分间面下方的气压 就是770毫米水银柱 棒 所以这部分压强一定不再是大气压强 而是封闭气体的压强 这个要注意 小胖子僵尸管转过了180度 水银柱往下移动一段之后再次静止 那此时管内的空气压强变为多少 看 此时大气压向上拖起了这段水银柱 和里面的空气 既然静止 大气压就等于水银柱的压强 加上方空气的压强 那这部分气体压强 就为760减去10 等于750毫米水银柱 赞 接着来玩 小胖子僵尸管转过90度 现在水平了 水银柱移动一段距离之后 再次静止 此时尸管内空气压强为多少 太简单了 这段水银柱静止 说明两段压力相等 左侧压强就是外界大气压760毫米水银柱 那么右侧压强 只有等于左侧大气压强 水银柱才能静止 所以此时这部分气体的压强 就是760毫米水银柱 棒棒的 总结一下此类气体压强 液底压强平衡的计算 在处理管内封闭空气压强时 首先明确 这已经不是大气压强了 其次分析时 可以将大气压转化为760毫米水银柱 来进行比较计算 选取合适的分界面 或者液柱 利用压强平衡 上下压强箱等 或者左右压强箱等 你学会了吗 呵呵 儿子